hello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讲解一下 我们就是刚收到这个娃 就是怎么给它整容 这只娃应该算是 各方面问题都比较多的 看这个脸部 它的这个省道没有完全封好 所以它特别的方一点的不圆 那这边就好一点 然后而且就是头 它的头就是这一边是仰着的 然后这一边就是 一边是仰着的 一边是 就是反正这个头是歪的 然后看下面这个 下颌线 它是一条波浪线 正常的应该就是一条 一条非常顺滑的一条线 就不会像这样子有一个波浪出来 然后反正整个脸就非常的奇怪 然后我们就试着 来给它整容一下 首先我们解决一下 这个脸部的省道的问题 它脸部这个省道的问题 它是怎么呢 它就说一块布 比如说这块布 它的是这样子的省道 应该说按理说 应该说这样子 缝这样子 把它从头到尾缝好之后 然后再翻过来 它是非常 就是一点都不明显的 它这个问题 这个娃的问题是因为 缝纫的时候 可能只缝到了这个点 缝到了这里 然后就没有缝了 然后还有 还有这一部分 没有缝住 然后就造成了这种情况 这种比较 比较难看 比较 比较奇怪的样子 然后我们再重新 让它脸部再缝一条线 就是水胶笔 它脸部 这样子 感觉这样子的 收一下 会比较好 感觉这一块很多 好 这一块我们就用藏枕法 把它给藏起来 反正法之前 我之前装骨架的那个视频里面 我有教过大家 然后这边再熟悉一下 首先我们这样 先调一 调一下 调一阵 说到大家看不看得清 这个针还是有一点点粗 建议大家就是学那种 比较细长的针 调完一阵之后 用这种藏枕法的 就是你可以不用担心 自己会缝坏 缝坏了 你自己插的就好了 因为它基本上 就不会留下什么痕迹 就不需要大家去剪啊 什么的 好 然后我们再把它抽紧 看这个脸有没有好一点 这个脸好 它有很多了 它这里就平一下去了 就不像刚才那么疼 然后我们再打个结 然后再把线头给藏进去 盆点水 看一下这个效果怎么样 盆点水 好 它的脸 就暂时的圆了起来 然后我们接下来 就是也是根据这个方法 去改我们的下颌线 你看这个下颌线 看这边 这边挺窄的 然后这边推宽 是不是 所以它的脸就是 就是这一边 就是往上仰的 然后这一边就是往 就比稍微朝下一点点 所以它整个脸就是歪的 所以我们现在要把这个两边 修成一样的长度 我们这边可以拿尺量一下稍微 看一下 这一边差不多是一厘米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一边 这一边有1.5厘米 所以它肯定 肯定是个歪的 你就都画一下 都把它把它变成一厘米 我们就把这个稍微给它圆顺一下 画一下 我们尽量就是左右 把它给对称 好 我们现在是要求就是 这一条线和我们这个下颌线 然后把它给消失掉 然后剩下的部分 我们就是差不多大的 然后我们就用藏枕法 把它给缝一下 然后把它给缝进去 所以我们就用了这么多的地方 我们就用这个下颌线 就用这个下颌线 然后我们就用这个下颌线 把它给我们看 我们就用这个下颌线 就用这个下颌线 然后我们就用这个下颌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我们把它给抽紧 不要抽太紧 太紧要我们到时候 就在上面就圆了 感动哭 他终于是一个均长的脸了 脸就是非常正了 就比我刚开始拿到的时候好很多 会有点想落泪 然后这边因为是手缝的 所以它就会有一点点小波浪 但是等它干了之后 你再把毛挑出来一点 就可以减少一点这个 这个线紧 线得很紧 现在脸特别的远 其实都不用怎么调整了 但是我还是交代一下 有些宝贝们收到的娃 就是不像这个娃 需要这么大的工程 现在就可能只是稍微的 就是比如说这边少了一点棉花 或者怎么样 就是脸稍微有一点扁 不够圆的话 就是直接可以看我们这边 娃一般这一段 你会发现它和其他的性格 都是有点区别的 就是有一点点波浪型的 这边一般都是我们 就是阿姨手缝的 所以手缝的地方 你就是超级容易 就是拿一个小的铁棍 是可以超容易捅进去的 然后我们这个时候 就去修 就去 就去调整里面的棉花的蓬松量 就哪边少了 然后你就往哪边多搓一下 然后它就会变得很蓬松 就哪个地方 比如说这个地方少了 你就多搓几下 然后就比较容易调整 就比 比起我们从外部去调整的话 然后我们这样子 弄到里面去搓的话 是更容易调整的 然后 大家也不要太用力 太用力过猛去搓它 就到时候 就是把这个洞弄得太大也不太好 然后你到时候把它抽出来 就稍微离一下 然后就 那个洞就不明显了 大概就这样子啦 然后 然后其实 其实这个整容食品 相对来说 是一个比较保险一点的 因为它 就不用动刀嘛 就直接 在外面缝几针就好了 如果说到的话 就是有点畸形的话 有点奇怪的话 希望这个视频 能够帮助到大家 然后 我们就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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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